醫生講什麼我就是什麼 因為我只要老公好好的 現在高中生要打疫苗BNT 我哪敢啊 我真的是整個家庭都亂掉 哭得傷心欲絕 差點失去心愛的丈夫 無法再承受任何傷痛 害怕到不敢讓兒子們打疫苗 江先生7月19號打完AZ一週後 出現手麻腳麻的症狀 送醫後進行了血漿治患手術 結果病情惡化 無法自主呼吸 裝了葉克膜一個多禮拜 一度發出病危通知 9點多打電話來 跟我說是打疫苗血栓造成的 他有講這一句話 然後可是後面 他進加護病房的時候 醫生全部都給我否決掉 因為醫生檢查後發現 詹先生有三高 但家屬強調 長期服藥控制得非常好 從沒有發生過類似狀況 懷疑是疫苗造成的 家屬說從綠營立委 求助到衛生局 卻處處碰壁 我都沒有接到衛生局的電話 那因為現在 我不知道醫藥費要多少 因為葉克膜一天十幾萬 夫妻倆是基隆 欺毒一間市場的肉飯 當時市府要求攤販要打疫苗 才能做生意 結果現在經濟蜘蛛病倒 還要煩惱添加醫藥費 對此立委表示還在處理中 而衛生局也回應 8月12號已經協助家屬 申請相關救濟 期間衛生所人員也有訪查過兩次 目前調閱詹先生近三年的病歷 送到衛福部審議 後續會再跟院方協調 醫藥費的給付方式 如果審議後 證實與疫苗相關 會以個人狀況進行補償 幸好詹先生已在8月9號拔除葉克膜脫離現金 家屬現在只希望能趕快釐清到底是因為什麼引起 TVBS新聞劉欣奎 吳玉亞基隆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